上车害怕着怕呢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后世尼亚 为其应许偷走我 岳阳 你干嘛呢 当然是在给你做好吃的喽 改良版盲学望尝一尝 不要 怎么才几天没见你都忘了我不能吃辣了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菜品 你作为我们店的老板 是不是得赏个光吃第一口啊 这一口嘛 岳阳 我们才分开几天啊 你都不知道我不能吃辣了 这一口嘛 好吧 快吃快吃 揪一口啊 一口 你干嘛呢 开个照留念一下 这也太丑了吧 好 给我看看 不给 快 不给 快给我看看 不给 不给不给啊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给 还是不给 不给 你 知道你不能吃辣的特意给你煮的 你看 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这么惨人 我跟你讲 我们家可都是吃辣的 下一次不惯着你 笑容 回来了 气死我了 约会怎么样 我来更正一下 根本不存在什么约会 那是一场搭型的庙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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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不是 一直都想 见识一下文达氏的特色了 这就是文达氏的特色小吃 打 呲 吧 你 你想不到林秘书还挺别出心裁的 嗯 用心了 特别用心 这都不算完呢 还有更用心的呢 好吃吗 这也是我们温大师的特色 民俗表演 你说我能喜欢吗 文君哥平常 不是挺拔面玲珑的吗 怎么了 是啊 他在逛街上 在工作上面绝对没话说 那我该怎么解释呢 被爱情 踢混了头脑 这都不算 还有更精彩的 好 怎么样 这简直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奇葩的约会 没有止益 你能不能学习人家啊你 看人家文君哥 多么有创意啊 你再看看你 喜欢啊 喜欢的话 我明天找一百个人给你表演坑火 喂 你是不是想考收我啊 那我怎么舍得呢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哇 这个水好酸哦 是放了多少柠檬啊 不要钱啊 说吧 今天客人多不多啊 有客人呀 一二三 三个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们得想个办法吧 好 老板老板 要不还是我来吧 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这种事情都要交给你 那我老婆是不是也要交给你啊 不敢不敢 你好 帮我找一下你们这儿的总经理 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公司 愿意在这家餐厅 长期订购员工餐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公司 减免半年的物业费 减免半年的物业费 不是 先生你谁啊 我是这栋楼的主人 温氏集团 温静晨 如果你这个发传单的是温静晨 那我就是温元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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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engineers 帘兵 你 快 快 快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 别啊 要我这样一个人才在外面发传单 太大财消忧了吧 怎么样 想要有效的市场营销 SWOT的分析总有吧 啥 强力 强力 坏力 危险 危险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 也修修过市场营销 精通目标用户定位 用户需求挖掘 市场品牌推广 等等等等 有这么复杂吗 你说我好不容易送一个礼物 没想到是不是亏本的餐厅 我这 你放心吧 以老温的资产 你这点负资产 还是负担得起的 好吧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毕呀 还要出去发传单吧 走走走 我刚坐下 你来干吗 不欢迎我 还不赶紧准备一下 来订单啦 快快快 快 好多定态啊 高兴吗 快做菜 做菜 好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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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银行是何线 一会儿 crus胡 两次 평音乐 一会儿是什么 老板 明天外交合 太辛苦了 一天两头跑 不过总算您的努力没有白费 光今天一天 餐厅的盈利翻了好几倍 只要能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一切都值得 小元 一定会明白您的苦心的 不信 您看手机 今晚名餐厅社达谢宴 等你哦 要不 今天的工作晚一点三多 你懂什么呀 男人就是要在工作 还有感情之间拿捏得到 我相信 小元会理解我的 好吧 那我走了 打谢宴 我 猜猜我是谁 你的声音 我怎么会听出来的 我都知道了 你为了帮我招揽生意 被人家赶了出来 师父 谢谢你 为了你 做什么我都觉得值得 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 有很多话想说 很多事想做 所有的感情 都在这杯酒里了 师父 好 谢谢你 我爱你 怎么回事 你这一二十五得喝 十五二十五 耍你 你喝点啊 来来来 十五二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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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你喝你喝你喝 喝 喝 人员 人员 师父 你 你不是不来了吗 走 走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要在工作和生活上 难捏得当吗 我以为你不来了 所以 你是叫了大家一起来是吗 对啊 为了感谢大家对明餐厅的付出 特此设宴 有什么不对吗 挺好的 就是那害羞的表情啊 以后 不要乱发 好 对了 林秘术 你不是跟我说 你今天家里面 有事吗 嗯 那个 我和笑容还有点事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没事啊 不是说好大家一起吃个饭喝点酒 开心开心吗 没事 对了 晓龙 你不是说 待会儿想去河边坐坐吗 我有说过吗 有她 她没坐 我和师父过难寡准 万一我把持不住了 你先吃 拜拜 拜拜 你没事吧 晓龙 你今天辛苦了 我们喝一个 我接你一个 走 对哦 还没有跟你单独喝过呢 来 干杯 来 干杯 那个 你的好意 我们已经心领了 我真的有事先走了 你好好感谢一下温总 这走什么走 还没喝高兴呢 就是 我也要敬你一杯 要不是你的话 我现在还是单身狗呢 我敬你一杯 干杯 干杯 走不如醒了 差不多醒了 差不多该走了 我跟小圆圆的感情 那是过命的交情 你们都不懂 那句话怎么唱来着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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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一辈子 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一生情一杯酒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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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我再 我再再加 好 好好好 叶晓柔 我是一只小蝴蝶 备了都来飞大鸡 我也要飞 我也要飞 我也要想飞 笑容呢 笑容 我要喝的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来 月月啊 酒后只会乱性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 负责 负责就负责 本姑娘从来都不是 怕事的人 你又要是 要是 去乱猜 那些是 我现在就去乱猜了 乱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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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月月女士在吗 是我 这是您的订单 对了 这是我专门从蓝辰酒店取的 记得给五星好评哦 爱你哦 你喜欢吗 喜欢 喜欢 谢谢你的蛋糕 这个蛋糕呢 只是开始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以他的风格 不是要把自己当礼物送给我吧 这个开场已经很隆重了 别的礼物 我们下次再送 行不行 从今天开始 这个餐厅还有我的永久使用权 就归你了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感动程度 有点距离啊 依蓝 亲爱的 圣日快乐 谢谢 来 这恐怕是咱们在温大市最后一次为你亲生了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去哪过生日都一样 我呢 在远安市看中了几个项目 我想我们过去之后啊 可以慢慢先发展事业 然后再买一套房子 一套有花园的房子 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种满绣球花 好 最重要的是 你要给我收两个可爱的宝宝 对我而言 其实这样就足够了 我现在手头的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所以我觉得你的愿望会很快实现 只不过 你真的愿意用 袁月月的身份生活下去吗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只要在你的心里 知道我是袁思雅就足够了 不好意思啊 喂 你好 请问您是陪修者先生的朋友吗 袁月 生日快乐 谢谢 以她的酒量 我今天非醉不可 不行 得拿出我的必杀计 自家喝酒 要喝 就要喝开心 你真是干嘛呢 我 像小蜜蜂啊 我不会 不是吧 也太没有生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平时的生活都是些什么 这样 我教你 就像我这样啊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飞呀 石头 剪刀 布 敢不敢 怎么样 我还是不会 你该不会是想 把我灌醉了以后 对我图摸不轨吧 我是那样的人吗 嗯 我 要不然这样 我先让你量呗 怎么样 这下可理了吧 可以 可以 来来来玩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飞呀 飞呀 飞呀飞呀 飞呀飞呀 碩了 碩了 喝吧 来 来 嘞 飞呀 飞呀 兩隻小小瘋啊 飛到花崇中啊 飛呀 胸胸 飛呀 啊啊 飛呀 跳跳 走吧 不是說不會嗎 啊 再來 兩隻小瘋啊 飛到花崇中啊 飛呀 跳跳 飛呀 你都輸了 啊 對啊 你剛才輸了 啊 輸了 我怎麼會輸呢 明明就是你 你耍開 出老間 你滑圈出老間給我看啊 我不管 我要去拿酒店喝一次 我不許 你不許什麼 我不許你再吐了 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 和我 和你一種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胜不餓 为什么 我脚透呢 什么 这怕不 problfish מאוד 吃饭 这 fitted 蜜不变 只有 вам 尿是 olha 你不得变 对 害羞了 月月 进来 早上 昨天辛苦了 给你加个餐 看见月月了吗 云月月 你为什么不保持住自己 人不风流网少年嘛 再说了 那些都是酒精的错 那能怪酒精吗 你一个体育生 连铁饼都不在话下 难道还反抗不了她吗 所谓的酒和乱性 那都是借口 算了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既来之 早安之喽 可是 可是她毕竟是名音上的姐夫啊 可是她喜欢的 还是圆月圆呢 酒不能有节操一点吗 我都做了 这边都是平均的 你应该是非吗 容易 你觉得是什么 你不就可以找什么 你没有办法 自己没有办法 需要 他不用找到 大利iras 人家 要的是常常 怎样的 你说这丫头 这大晚上的 一个人在外面 怪叫人担心的 你说 等等我 那个 要不咱回屋里等 看这天挺冷的 你别冻着了 以我多年看剧的惊讶 这一般女孩子 都是欲惧还迎 小元界虽然表面抗拒 但她现在心里指不定就 咳咳咳咳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是天使 能不能纯洁一点善良一点 让我把脸往哪儿放 不错嘛 学会调谷离山了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你干嘛总躲着我 我没有啊 那你刚才在外面干嘛 看星星 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我是那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你见过世面 好可爱 下去喝杯水 你还跑不跑啊 如果 我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你还会这么对我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突然一向心里 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我就给你安全感 月月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会喜欢你 你在我心里面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 真的吗 当然了 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 那你还不表示一下 那你还不表示一下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那你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无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其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什么 好 这么久了 我爸也没个消息 不会真出国了吧 老妈也不接电话 不行 我得回川天使去看看 笑容 你过来一下 啊 笑容 你该不会 也不是没有那个可能啊 你拿着 哎月月 你这么慌张去哪儿啊 好 谢谢啊 爸 二十五 哎 哎 小公 你买啥子 刚才那女孩买了什么 你给我来使的 哎 四个啊 好好好 小龙 嗯 嗯 有个事儿想找你咨询一下 嗯 我有个朋友 她呢 有个姐姐 哎呀 哦 哎呀 啊 哎呀 你这么慌张去哪儿啊 嗯 怎么不跟我商量 老板 这也需要您签下字 好的 文君 假如你的女朋友要是怀孕的话 老板 我是不会让我的女朋友未婚先孕的 我是说假如 不不不 老板 没有这种假如 月月可能怀孕了 啊 其实犯合同诈骗罪的是你那个朋友的姐姐 但你这个朋友怀孕了 按照道理来讲 孩子是享有合法的继承权的 可继承的这个财产也算是诈骗所得 如果数额过大超过千万的话 这时候就麻烦了 那如果过一呢 按你这个朋友的量行就是无器图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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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又是你那个朋友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看师父像是一万佛吗 他不是吗 我建议你的这个朋友 早点和对方说清楚情况 私下和解 不然的话 就自首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坦白从宽 完了 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女孩嘛 遇到这种事情 惊慌也是对的 可是遇到这种事情 不是应该第一个告诉我吗 老板 说句心里话 小元毕竟还是没有得到董事长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是没有想到你 可能 他是真的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他更不愿意让你为难 既然如此 我得让爷爷认可岳岳才行 我得让爷爷认可岳岳才行 列宁 他自己 pardon 我她们给你带你带你带 metabolic法 就是这个 woman 嗯 还好 限制人给你带你带你带个宽账 我 хот听你Cregg 孩子 你学习 乐乐 不管他是男孩儿呢 还是女孩儿 我都喜欢 要是男孩儿的话 我就教他打球 要是女孩儿呢 就跟你学做饭 要是双胞胎的话呢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男 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这么喜欢小孩子 不是我喜欢小孩儿 是因为他 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我带你去爺爺家 去爺爺家干嘛 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爺爺不能不承认我们 我们呀 再也不用瞒他了 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他 我们已经和好了 你这里怀的 可是温家的骨肉 以后温家呀 你最大 只是 是 是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 你看 还没确定呢 这个说不定也不准啊 对吧 我都已经把工作推了回来了 而且我都跟爷爷打过招呼 说我们一会儿就到了 走吧 那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不草率 正好你到现在 都没有正式拜访过爷爷 今天一起去 把所有的误会都解除 还 要不然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走吧 对了 妈 怎么不好啊 现在就去把婚姻 给我解除了 妈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这都快一个月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回我有失水准了 毕竟啊 跟他离婚这么多年了 有点摸不准他的套路了 那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呀 以我对他的了解啊 他肯定会耍小聪明 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 才最安全 我想他肯定就躲在 老家的茶馆里 就在串田市跑了好大一圈 找遍了所有的茶馆 没想到 这叫兵不厌诈 没想到吧 我现在躲在我们自己家门口 谁让你开口说话 闭嘴 这个不好看 咱们现在就去找温老太爷 呃 我们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有个突花状况 嗯 什么 月月她 怀孕了 你学 可以啊 速度快 效率高高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没办法拉 不过勉强算起来 极大欢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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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我们打算 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别的事情 再慢慢商量 啊 月月 坐稳了 啊 会不会开车啊 别烧我孩子睡觉 快点 我都跟你说 很圣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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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咦 有件事情 我還是得跟你說清楚 我知道你擔心什麼 你擔心爺爺不認可你 可是 你現在已經懷孕了 他沒有理由再拆散我們了 可是我 可是什麼呀 走吧 嗯 什么 你竟然让她怀孕了 我知道我和月月和好的事瞒着您 是我们不对 可是事已至此 我相信 您不会去拆散一个家庭 更何况 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重孙吗 嗯 现在 既然有了 我看这个月 就先不结了 没事的爷爷 这月可以结的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对吗 我看在您啊 有自知之明的份上 那我就勉强地接受你为 我们温家的孙媳妇 谢谢爷爷 快 谢谢爷爷 长毛 长毛 你现在啊 赶紧把这孕妻的营养 产后的护理 等等这乱七八糟的课案 全都给我报 有喜了 有什么喜啊 我们温家第四代 都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他就有了 也太轰检了 你植你那 瘦了八糟的样 可千万别影响 我崇孙子的健康 现在 午休时间到了 你现在回去睡觉 好好给我养着 那爷爷 我们就先走了 爷爷 我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别累着我重顺子 快 走吧 爷爷再见 走 温董吩咐了 以后出行请用这辆保姆车 由我给做专制司机 你看 我说了吧 爷爷就是嘴硬心软 还很傲娇 相处久了你会发现 他还挺随和的 不仅随和 还挺随意的 你们这是 都不要钱吗 小远 你看 好可爱啊 又想骗我生女吗 根据老板的吩咐 男孩都我也买了 不管是男孩女孩 只要孩子是我们的 我都喜欢 老板 来 这个上面有几个 注意事项 怎么了 有个秘密跟你说 你看看你们这节奏 我跟丽温春 都交往一个多月了 他就送了我 三十多份礼物 这还不够 楠木城 你想要 我这样的礼物啊 那我跟他最亲密 也只要亲亲而已啊 你这种礼物 我还年轻 我就不年轻啊 年轻 年轻 我跟他一起 我 Dance 我结婚一天 我会在外面 听到我 有一个 优优独的 在这里 我看你 我跟 Sunny 这 老板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 当然了 我早就想好了 您看啊 我的英名叫三 四雅的小铃铛又是月 所以我们的孩子 不管是男是女 都叫温日月 怎么了 挺好听的 我怎么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 很奇怪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 这个名字集天地之灵奇 日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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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 不舒服吗 老板 孩子的名字会伴随孩子一生 我还是觉得谨慎一点好 没事儿多翻翻什么吃惊处词什么的 再想想 想什么想啊 我觉得挺好听的啊 嗯 我谨慎的 能不能太 laughter 不要进了 也是 这环 不不感じ了 你拿出来 Aren't we very much 因为只有我们 谁 叫你 А 你没事吧 我来答应妈了 怎么办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去跟爷爷认错 就说我们认错了 认错了 谁知道那个破玩意儿过期了呀 他不准啊 我们还是去跟爷爷把话说清楚吧 可是爷爷不会允许这种错误发生的 可是这种事情他也瞒不下去啊 那也不行 他要是知道了 会立刻把你赶出温家的 那能怎么办 总不能现在立刻马上怀一个吧 我看靠谱 好 怎么样 挺好 拿下 我的孩子怎么能长得像别人呢 让你带他去 我看你也不断着 我带他去 我看你这周围 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来 我看你去哪儿 那儿 我看你去哪儿 你怎麼會用我們家戶口本啊 你怎麼會用我們家戶口本啊 我派人去你爸那兒取的啊 師父啊 你到底想幹嘛呀 你看啊 我們都已經打算要孩子了 總不能讓孩子一出生就是個黑戶吧 所以呢 所以我們今天去民政局 把結婚證給領了 可是我們還沒把約結了呢 那你能把你爸綁過來嗎 我不能 事實是這樣啊 你看 要不然我們還是找一個良辰吉日 我們去找大師算一算吧 不用 現在已經是科技時代了 不用找大師 今天就去啊 會不會有點太匆忙了呀 結婚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我有必要去買件衣服 不用買衣服 你看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不會吧 我都已經可以了 你怎麼不想要跟我結婚了 我想啊 我做夢都想 那趕緊下車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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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要记住 你妈妈的名字叫袁思雅 等一会儿我们领完证啊 我们就去好好读一个蜜月 这段时间啊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玩就行 等读完假回来呢 我打算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 现在色调呢 好像有泄漏 不过最后呢 我一定给你个名正言顺的婚礼 月月 我们和好的事情 瞒着爷爷他已经很生气了 他要是知道你是假怀孕 肯定会接受不了的 所以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 就算爷爷到时候不同意 我们也把证领了 我相信 他能看到我的决心 走了 恭喜二位 请出示一下双方户口板 谢谢 月月 户口板 这位小姐 请问您是资源来结婚的吗 不是 啊 哎哎不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结婚 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 你该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吧 我没跟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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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 请问您是资源来结婚的吗 对不起啊 有一点激动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 我是 我是元思雅的双胞胎妹妹 袁月月 我姐在婚礼前夕逃婚了 我爸脸孔带骗 把我抓过来顶替她 所以我才在婚礼当天逃跑的 我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你的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怕连累我的家人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但是我不能再冒充我姐跟你结婚了 我要是不装作老男人吓你 你应该早就说出真相了吧 你不用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不说是我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她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故意 你是害怕原家受到波及吗 那我也不该骗你 我装老男人吓你的时候 其实也很怕说出真相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他是我朋友 该不会就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对你那个时候 你是吃醋了 我老婆有野男人 我不吃醋 让他放鞭炮庆祝啊 让他放鞭炮庆祝啊 你想解约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一百万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万 十万 那你没事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我就是一个失败 老子气 这不就是典型的 抑郁症症状 问我要十万块 还装抑郁症 你们一家都是王子病 王子都被你整抑郁了 早知道你也喜欢我 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啊 所以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谎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秘密了 别急骗我 你刚害怕失去我对吗 我才不害怕失去你呢 刚才是谁说我不会说谎的呀 我怕 我怕失去你 可是爷爷那边 爷爷那边 我来想办法 我还不是 我别说 你算谁 我自己的 我只不得不 cl 你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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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自己的 不得了 你算是 那你算是 不得了 老爷子对我的讨厌呢 是从来都不加掩饰的 即便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有过 无逆他的意思 其实我只是想好好地辅助你 真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得不到他的一点点的关注 对不起啊 哥 这么多年 委屈你了 谈不上什么委屈 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我这个人呢 任何事情都可以妥协 但唯独斯雅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做出半点让步 可是你们准备躲一辈子吗 清晨 爷爷什么样的性格 你我都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那么好说话的话 那我这些年脑袋上 就不会扣一个私生子的名号了 对吗 一辈子躲起来 也不存在的 暂时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光明正大的再回来 来 最喜欢的按摩椅都带来了 你说这是要把家搬过来的节奏啊 但是要把家搬过来的 要把家搬上去 走 有 König 我都不能够说 我没有那么娇气 我觉得 你觉得可不管用 你看你现在瘦的 再给我翅膀十斤以上 爷爷 我跟他刚结婚 您就住进来 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就合适 这是 爷爷要是真的在这儿住下去 我们的飞机非得转房 对 我进招招招吧 金珍 我今天给你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客人 张医生 来了 你过来 明天 我会给夫人做一个 全面的身体检查 来 把袖子挽起来 张医生 我们能不能改天再花烟啊 我太太 她有点晕针 没痛 晕针是个小问题 我下针很轻的 我还晕血 那就咽尿吧 我早上没喝水 就好 我好 干吗 你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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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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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们去跟爷爷坦白 把伸脖子养脖子都示意的 哎呦 没事儿 还不到最后的时候 张医生没跟爷爷汇报之前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什么机会啊 难不成 杀人灭口啊 杀人当然是不会了 但是灭口还是要灭的 啊 怎么样 着急知道结果吗 不着急不着急 我们一点也不着急知道结果对吧 那个 您可以回去多验几次万一验错了 我已经反复验过了 结果是 哎 张医生 结果的事情我们不着急 哎 贵爷 你不是说找张医生有事儿吗 啊 啊 这 这怎么回事儿 哎 你这是干嘛 哎 我当然会这么说了 妈呀 够啊 张医生 一看你经常就 就有经验 怎么样啊 啊 医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一切正常 但是呢 怀孕初期需要注意一下营养均衡 那行 我会写一张简单的食谱给阿姨 看到了没 不放心 好 但是呢 好 啊 今天总算有惊无险啊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不过啊 这才第一天呢 管他呢 反正今天总算不用再见到爷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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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就别在这儿睡了 爷爷 我们是夫妻啊 谁规定夫妻就得睡一块啊 你说你小时候睡觉的毛病多的是 你万一要把我那虫顺子给踢着了呢 爷爷 不会的 而且我一个人睡的话 我晚上会有点害怕 那就开灯睡 好 我给你房间 你要去哪儿啊 爷爷 我上个厕所了 年轻人哪 血气方刚的我可以理解 但是为了孩子 你能不能忍一忍 爷爷 我真是上厕所 爷爷 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人老了 叫手 算了 算了 我投降了 我真的回去睡了 你怎么还要干呢 却没想到你 跟你说了 快来吧 你要走 什么正经事 这个袁思亚 她不是我心里想的 孙媳妇的第一人选 但是她现在怀孕了 也算得上是 名正言顺的温家人了 你得给人家一个求婚的仪式 庄重一点 这也显得咱们温家人的大气 爷爷 让我歇会儿胖 你看你 上次你们俩双双逃婚 弄的那场面是十分的难堪 丢了咱们温家人的面子 现在你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把温家丢在地上的面子 给我拾回来 爷爷 捡面子归捡面子 能不能等我睡醒了再说 现在也太早了吧 你给我起来 你看一下这款 它的质地和橙色都非常的好 而且是出自名将之手 光打磨的工序就好几十刀了 还有这款 老板 今天怎么这么糟 这款也非常不错 爷爷搬去我们家住了 那华余你得上一个见招拆招吧 老板 这些就是我们店最新的款式 就这个吧 臭小子 这选结婚钻戒 你哪能那么随便呢 店长啊 你这个店里 就没几件像样的珠宝吗 有有有有 你看 这就是我们店的镇点之宝 这是价格吗 你就不要报价了 我要了 还有这个项链 一起打包 好好好 爷爷 你要那项链干吗呀 爷爷我有钱 我任性 辛苦了啊 您慢走 不客气 欢迎下次光临 霸道总裁 你 Enjoy 你看一下 你看是浪漫套餐好呢 还是 宫廷套餐好啊 我说了也不算 您觉得哪个好就选哪个吧 这个臭小子 这可是你结婚 又不是我结婚呢 看看 就这个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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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还以为逛亲师女孩子的喜好呢 原来爷爷好这口啊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爷爷 拿着 给你 你就拿着 谢谢爷爷 那么小家子起啊 记住了 你现在可是温家的长孙媳妇 你这点礼物都承受不起吗 长孙媳妇 爷爷 6666 谢谢爷爷 我不偷就拿着 请小心 爷爷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但是您听完以后 千万别生气哦 我猜呀 是有关袁思雅的吧 您怎么知道的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亏待他 只要他平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 我就会把温氏的股份 化一部分给他 爷爷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这件事情情况比较复杂 我一时间 不知该从何说起 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时刻守护在他身边 别让他和孩子有什么意外伤害 如果我崇孙子要是出现什么闪失的话 那我就拿你们俩试问 您就那么在乎这个孩子吗 那当然了 你现在已经不听我的话了 那我就只有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我的崇孙子身上 你现在就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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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别忘了 别丢面 谢谢啊 喂 怎么了 你现在马上回老家 等我晚上过来找你 可是我现在 月月 就当姐姐最后一次在求你 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温静晨在内 不然 不然我会有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答两千万 我都知道了 你再答两千万 门口有位姓裴的先生找您 啊 谢谢 我都不知道 怎么还不来呀 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呢这 你别着急 他可能是堵车了 我打个电话 他怎么不接啊 这个 小荣啊 我不该那么小气的 之前已经是个小事了嘛 虽然是小事 但这件事情折射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冲药条件是什么吗 是五官 但决定两个人能不能长久在一起的是三官 我不跟你说 你怎么还上升成价值观层面了呢 那我五官过关了吗 还行吧 那五官过关了 三官还可以改呢嘛 三官还可以毁呢 姑奶奶 你总算是来了 平安有提升嘛 同宽姐妹头 怪不得来这么晚 对对对对 赶紧的 人家都等着急了 你不是月 你是袁思雅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有变 裴修哲很可能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了爷爷 月月呢 她人在哪儿 我已经让她回川田氏了 现在很多事情 我没法跟你解释清楚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所有的事都不要告诉月月 还有 告诉你哥 让她不要白费力气找了 原月月小姐是吗 stomping 骗婚也就算了 连怀孕 你们也敢骗我 爷爷 您听我跟你解释 你先解释这个吧 很好 你们俩都不说话 是吗 这怀孕的事 我无法追究 但是这合同诈骗之事 我向你原月月小姐 心里应该清楚 元月月小姐 你有权保持沉默 若你这是我们的家事 上升不到法律座面 爷爷 月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中间有很多误会 您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元月月小姐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们袁家 和我们温家对部公堂 我一定会告到你们袁家倾家荡产为之 按照合同规定 我会让袁家石 袁思雅 做我一辈子的狼 这切儿呢 你现在马上 从金城的身边永远消失 第一番 由我来决定 爷爷 你这分明是在逼他选择消失啊 他要是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 要我选 他一定会选第二个 爷爷 我欠他的 我欠他的 张医生 你跟了我十多年 你就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 违背了一个做医生的医德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怀孕了你为什么收钱呢 我 金城 袁月月是不是没怀孕 对不起爷爷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骗了你 冤枉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张医生 对不起 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没想到 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行医几十年 可从未出过错的 好了 张医生 我呢 重新找了个私人医生 你和我的管家交接一下就可以了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张医生 请您这边走 金城 自从你跟袁月月在一起 我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爷爷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你绝对不能为儿女私情所困 爷爷 您一定要这么逼我们 我是逼你吗 我是在纠正你的错误 只损而已 你说你从小到大都挺听话的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只想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我 你去哪儿 我都去哪儿 我都去哪儿 你好 那 empezar 似乎是什么 你不不育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原因 斯雅被爷爷送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本来要送走的是袁月月 斯雅觉得对不住她 于是代替了袁月月被送走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温家的错 搞得什么豪门恩怨 把斯雅牵扯进去 你有什么资格 对别人的感情指手画脚呢 当然有 因为某人假装我的朋友 来对我的感情指手画脚 都是因为你 斯雅才会被带走 再说一遍 哥 你冷静点 你去倒两杯喝的 冷静一下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我哥 从小就没有被我爷爷认可过 所以他才会对感情的事情 非常在意 都是我的错 不用那么虚伪 我刚喝多了 我承认我虚伪 有一小部分原因 是因为嫉妒 因为自私 因为愤怒 对不起 你去哪儿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去哪儿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但是事关斯雅 我不会轻易原谅你 都说无用 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怎么证明 我尽我所有的努力去证明 来啦 嗯 走吧 好 我姐呢 你姐让我来通知你 说你做得很好 我做得很好 他没事吧 他能有什么事啊 你放心吧 我哥啊 一定会保护好的 不是 那他把我护卷过来干吗 可能 是想给我们制造一个 浪漫的约会吧 约会 我们先放下这一切 等约会完了 再回去把事情跟爷爷说清楚 我饿了 我们进去吃饭吧 去这家吗 看上去挺不错的呀 你还真会选啊 这是我以前打工的餐厅啊 陪修者开的 那就更得进去吃喽 走 你确定你 你不会吃醋吗 吃醋 我像是会吃醋的人吗 走吧 小颜 你跑哪里去了 走都不告诉我一声 小颜 我去闻大事了 闻大事 你不会去找裴老板了吧 没有 你别误会了 我去是有别的事情 可别找啊 就我们这些关系 你就别藏着掖着呢 你对裴老板的心思 我早就知道了 说吧 你和裴老板 发展到什么关系了 兄妹 他怎么可以把你当妹妹 这不是发好人砍吗 照我说 你就是太不会撒娇了 是啊 他确实不太会撒娇 这位是 他未来孩子的爹 正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温静晨 我曾经还以为 你和裴老板 聊着菜女貌 你对他大眼不变 谁还没有看左眼的时候 你这是在骂我们老板吗 没有了 臭姐妹 她是在骂我了 你别误会啊 快点 你去帮我们上点菜吧 去吧 随便上点什么都行啊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不是说不吃醋的吗 看来你在川田市过得不错嘛 全世界都知道你眼光不好 喂 你能不能公平一点啊 我也没有就这叶子鱼不放啊 哎呀来都来了嘛 我要是不吃点醋 现在我追你多不用心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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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姐姐 姐姐都在呢 姐姐 姐姐回来了 来来来 开一只 那还敢跟我叫呗 你走了以后 这里的人就没人赢过我 看来这一阶的玩家不太行啊 开一句我看看 这个大叔是谁啊 几岁就叫我大叔 我零零年的呀 怎么了 月圆 你教的也太广泛了吧 那是因为我长得年轻啊 大叔 说那么多干吗 敢够拼一句吗 开就开 开多少局都行 来 让开 来 没事 你确定你会玩啊 不会别逞强啊 我朋友会 会 我会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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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输 输我 来 干嘛 什么呀 说了你不行吧 我这游戏手柄肯定有问题的 有本事够换吗 换就换谁怕谁啊来 走 换就换 快 快 加油 又赢了 又赢了 好 行啊你 月儿 我已经输这么多局了 你朋友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交给我 厂子我帮你找回来 起来 加油 怎么看见没有啊 我女人 靠女人 你有什么得意的 我 就 那个 我们还有事就先不玩了哈 我们走啦 你要走啦 那我们先走啦 行行 改天再见啊 拜拜 拜拜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座桥吗 哦 我想想啊 就是在上面举行婚礼那座啊 嗯 传闻呢 是真的 传说在桥上定终生 不会分手也是真的 只不过不是商学院的桥 是我们体校的桥 你还真是体校毕业的啊 当然啦 短跑 长跑 扔铁饼都不在话下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欺负我 不敢不敢 送 月儿啊 嗯 是不是 在这个桥上面求婚 两个人就能一生一职在一起 不分开啊 那可说不准 说不定过两年学长和学姐离婚了 估计还得再上一次新闻 你这个乌鸦嘴 传说都是骗人的 呐 你看啊 那边还有个许愿亭呢 据说在亭子里许愿的情侣也不会分手 结果到了大四呢 说散就散 该回家回家该找妈找妈 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嘛 本来就是试试啊 走吧 过去看看 花样有什么 崑北 葫芦 默伟 我喜欢够帐 没什么 专曼 不是年纪小吗 我也没见过世面啊 所以我才看谁都想嫁啊 那我不管 你也要给我写一个 而且啊 要比这个更加真挚 啊 好了 希望我以后可以嫁给温建臣 你就改了一个名字 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能够遇见你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有了你我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有了你 世界变得如此迷人 你是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你 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元月月 过来 签字 开始 催促 催促 才晓得 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 就越不舍 忍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你都会不会 算你 我 这上面的承诺啊 你可要遵守啊 嗯 又不是我写的 可是你签字了呀 是你逼我的 嗯 秦叔这种 需要文采的东西 我是写不出来啦 所以说 这个 应该是我的封笔制作了吧 然后呢 爱 变成回忆的漩涡 吞噬我 如果再联络 该说些什么 身份又该是怎样的角色 怎么不走了 诶 今天是我重新认识你的一天 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接地气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的帅人 喜欢你的洒脱 是你让我知道 原来生活还可以像现在这样 所以我希望 以后你可以拉着我 一直跑下去 小元姐 我的余生就交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抛下了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逃跑了 就算要跑 我会带着你 到现在是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着像影红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 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着判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我们回去吧 把事情跟爷爷都坦白了 我要光明正大地跟你在一起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你随时偷走我的心 我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 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一见有钟情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解释不起 我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是一些的爱上你 搞不懂我 你怎么会就这样 你怎么会得到我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会解释 你怎么会不会 他怎么会 有种人 我怎么会 爸 你怎么回来了 有一个ID叫月月的 在地下旅游站发布了一个全网找我回家的消息 我见到消息啊 我就立马回来了 我是刚回到家就听说你爷爷住院了 所以我立马就赶过来了 月月 是我 行啊你 地下旅游网 这你都知道 之前也有穷游世界的想法 这不你上次跟我说你爸出去云游四海了 我就一直在网上发布信息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我不开心 因为是呗 应该有限 对 哇 我接受了 productions 爹爹脱离了危险期 温室却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而这次的危机 反而将我们全家人的心 重新拟结在一起 哥曾告诉我 不隐瞒就是不伤害 所以我决定 将袁子雅离开的事情 告诉你 哪怕他会因此记忆 当他得知事情真相后 板着脸沉默了两久 最后说了一句 我就说你们全家 都是王子病人 随后生气跑掉 我问他去哪儿 他委屈地说道 我现在就去照顾 你们家老王子 让他把我姐姐还给我 于是 爷爷在月月的细心照料下 终于慢慢苏醒 你想要看见 你醒了 爸我回来了 你出去吧 我不想看见你 爷爷 您刚度过危险纪 不能再动怒了 我要是动怒 他还敢回来吗 爸 爸 您病得那么严重 我必须得回来 来吧 我给你从尼泊尔 求了一个平安符 您看 来 爸 我知道 往我招呼里打钱的 不是金晨 一直都是您 我呀 没给他打过钱 我跟他早就断绝了 父子关系 他爱干嘛就干嘛 我管不着 行行行啊 你管不着 那我这次回来看你 你也管不着 行了 这次回来呀 我就不走了 我这全家人啊 都团聚了 你呢 也算走了这么一回 爸 以前的事情啊 咱们呀 都放下吧 这眼前的人呢 最关键 是啊 爷爷 我们错了 您别生气了 那我爸 您 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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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让你过来 过来 过来 爷爷 对不起 是我们原家的错 但我相信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对吧 我善不善良还用你说呀 你不是开仓馆了吗 能不能给我送几个拿手菜过来 没问题 偷偷的 来了来了 太齐了 看好了 可以吃饭了 我先恭喜温老爷子出院 这下这误会呀 全都解开了 咱两家又是亲家 要不我这公司啊 还是您把它收购了吧 卖什么卖啊 公司本来就是留给斯雅和月月继承的 你都这把年纪了 平时听得取花多少钱 你还想发财啊 好好好 我的说 我的说 都听你的 听你的 真是财疑 我已经派人啊 把斯雅接回来了 谢谢爷爷 这几年 是我做的不对 对不起 要怪 就怪你爸 你们是无辜的 哎呀 我就说了嘛 我们的爷爷是最大度的 不可能跟我们计较的 对吧 没错 可没原谅你们 你们这俩臭小子 成天就知道谈情书爱 跟你这不争气的爸 一模一样 是是是 只子莫如妇嘛 好了 别计较了 今天温老爷子出院 我们来恭喜一下他 来来来 敬他一下 来 幸温老爷子 祝爷爷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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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吃饭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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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错 你看这环境还不错啊 这有事 你干什么说呢 哥 喝茶 喝茶 爷爷 喝茶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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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月月呀 你过来 月月 你有什么话 先跟我讲来 没你事 月月 爷爷住院那段时间呀 你为了照顾我 辛苦了 你说 需要什么 爷爷都答应 好好好 真的吗 爷爷 说 快说 爷爷 我倒还真有一个小请求 不知道爷爷能不能答应 我不是说了吗 什么我都答应 我从来都没有见爷爷 开怀大笑过 爷爷你能笑一个吗 不行 爷爷根本就不会笑嘛 爸 您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什么都可以答应 在笑语面前说话 得算话 你闭嘴 爷爷 笑一笑 十年少 你看 笑一个 爸 你笑一个 火闹 笑一个 笑一个 笑一个吧 笑一个 笑一个 我就笑了 笑 来来来 这边笑 我都不会笑 我就说我不会笑 不是笑得挺好的吗 来来来 你这些笑 这边笑 总算知道爷爷 我真不笑了 这边笑 哪位我怎么 哪位我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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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france 是 昨天小元还我在一块儿 我们还一起选衣服来着 今天醒来她就不见了 没事没事 不管你的事 小元之前也逃过婚了 谁说月月逃过呢 她是不会逃过婚的 那可说不出 这俩人不会真的阻挡跑了吧 这可怎么办 你看吧 女人就是这样 关键时刻爱矫情 是不是兄弟 刚搞磨 等什么时候了 能不能不开玩笑 找人嘛 哥 别找了 婚礼照常进行 我说亲家 这个婚礼以后 你可不能着急走啊 还得陪我耍上两拳 这你就别担心啊 我老早就把那鸡马桌 都给你准备好了 女儿的婚礼啊 打什么麻将啊 不是 就打两拳 玩两拳就好了吗 行 行的 打两拳 打两拳 各位 今天是个好日子 首先 感谢亲朋好友的丽临 让我们伸出双手 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 两位新郎 入场 两位新郎 两位新郎 我给你一下 两位新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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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新郎不在 那就用他代替吧 交杯酒我先喝 这怎么回事啊 好 好 这两个新娘都是原家的女儿 我就不知道原家 哎 究竟哪有那么多女儿 受嫁呀 哈哈哈哈 啊 哎 我问你 是不是咱们俩 归女又讨婚了 这说什么呀 孩子都有 讨什么管 乌鸦的嘴 好 让我们掌声再次响起 好 今天呢 虽然新娘不在 但是并不妨碍我跟她结婚 总之今天这个婚 我们是决定了 无论是否有人出席 那我们就开始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可真不漂亮啊 你能分出来谁是谁吗 我要是能分得出来就好了 你快想个办法呀 不然今天这个婚 真的结不成了 你的关系 你的宠迷 让我有勇气 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 想拆开巧克力 盒子里藏得清晰 要多少的运气和你相遇 是意外或者说是甜意 和你走在一起 远月圆 还想跑 你的身体可是出卖了你 没意思 一点都不好玩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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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新郎为新娘戴戒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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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你 我真的喜欢你 你确定我是袁思雅吗 我还剩下什么 我还剩下什么 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 倒影在水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这场英雄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我说你刚才去哪儿了呢 原来跟你姐姐在想着 怎么整我们呀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呀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呀 这边行 到青山湖了啊 然后大家啊 呀 等一会儿啊 不想得了 可能还准备了吧 我还准备了 好 不会想得了 谢谢 我们家桂仪 有没有经常提到我的名字啊 何止是提到呀 桂仪的口头禅就是 我们家小萌 那是当然 所以啊 我规定她必须每天都提到我的名字 防止沾花惹草 放心 应该很少有人像你一样 眼光独到 快过来 派全家福了 快过来 走走走 快过来 快过来 快快 快点儿 明明该不会欺负妹妹吧 明明是欣欣欺负哥哥好吧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这个女儿了 唉 慢点儿 姐 你不会用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爷爷 我可不想再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补品了 可以啊 哥 速度挺快的嘛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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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来 走 咱们进去 想告诉你 心痛的原因是你 心底的秘密是你 月亮 要么 我们也 要生你自己生 你的中心 让我有勇气 告诉你我真的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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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